港股上周出现四年升阶态 乃受为上市公司业绩表现普见理想 和新数据 显示内地经济加强复苏力度等良性因素支持 为恒指占逼3月份初尖顶21,005 有颇不轻的技术阻力 大市的初步阻力区为20,620-20,721 往上有20,859和20,941 3月29日所做出的列口19,785-20,349 会示短期的支持区 而初步支持为20,216-20,107 往下为19,938-19,857 大市的中长期前景值得乐观 理由为1.内地经济迅速复尚 更有望重立稳中有进的发展轨道 为港户心市的强大助力 而美股市暂次回复稳态 市场人士对联邦储备局的加息政策 和压力有所缓和 问题是美 欧银行业近期所暴露的危机 显然暂时未有进一步爆破 却并不是表明事情得到化解 银行业对金融经济有举足轻重影响 必须严正处理和解决 否则会存心优 中国石油 0857的股东应占日利于2022年达1,493.75亿元 人民币 下同 同比增长62.1% 乃于2021年赚飙升3.84倍的高增长 乃受惠于国际油 气价持续上升 使嵌淡 及生产板块利润倍增 若谈中石油 当然最重要的是 1. 嵌淡与生产板块 营业收入于2022年达9,292.79亿元 同比增长35% 较上年同期6,883.34亿元的 29.7增幅高5.3个百分点 经营利润1057.48亿元同比增长1.42倍 乃上年飙升1.96倍的另一个倍增 主要受惠于平均实现销售油价 每桶92.12美元同比增40.5% 2021年65.58美元 侧急升62.6% 油市中石油即使原油整体上 紧增3.1%至9.07亿元 亦可使收入及回报街有良街的表现 要注意的是 中石油的海外生产设施的产油量138.8亿元同比增3.3% 相对于上年减产百分之24.4%至1.34亿桶的支放要好 国内增产百分之1.39%至7.674亿桶 油价反复向上和居高不下 始终石油的嵌探与生产板块介绍 可以抵消其他板块欠理想的表现 2.煉油与化工板块 出现增收小赚支放 营业收入1.1645亿元同比增加19.4% 经营利润405.7亿元 则减少18.4% 其中1.煉油业务赚411.68亿元 增9.1% 但2.化工业务涉5.98亿元 上年则赚120.1亿元 原油加工量1212百万桶 由上年之增4%转减1% 和成品油产量1.05亿吨则减3.1% 3.销售板块营业收入2.7万亿元同比增长27.7% 有经营利润143.7亿元同比增8.3% 上年则规转盈赚143.74亿元 该集团所销售器、柴、煤油合共1.5亿吨减7.8% 但4.天然气板块经营利润129.57亿元 上年则赚439.65亿元 剔除昆仑能源管道资产交易对上年同期经营利润的影响后 比上年同期减少126.88亿元 主要由于进口天然气成本上涨 5.海外业务收入1.35万亿元 比上年9,877.33亿元 增36.6% 占整体收入比重由上年的37.8%提升至41.7% 实现岁前利润355.27亿元比上年88.36亿元 增于3倍 显该集团业务迈向世界 日本国际乐地 这个层弱的市民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